應該我們對小孩都是可能太嚴格 太嚴格 造成他的叛逆性 那我想我要改變一個方式跟他好好溝通 讓他能夠改進 跟社會大眾深深的一急功 道歉 再道歉 但是現在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我要對 宋同學跟宋媽媽 在這裡跟他 說一聲我們對不起你 我們真的很對不起 我會每天祈禱宋同學 早點康復 然後 該有的慰問 致意 關懷 醫療 賠償 我們都會負我們應該負的責任 絕不逃避 最後我希望 宋媽媽 能夠給我們一個機會 能夠當面跟他 道歉 致意 我們真的很對不起你 希望 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 來 改進 他不常喝酒 他不常喝酒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也是心力交瘋 我整晚沒有辦法 合言 就是 為了今天能夠向社會大眾 道歉 應該給我們一個機會 三立新聞網 臺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94要客宿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臺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即時新聞不漏接